师婆整个人的气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身体之上竟冒出了熊熊的烈火 他可从来不会背叛伙伴们的期待 眨眼间师婆一只雷电眼前 两只拳头猛然挥下 如此大幅的攻击 在雷电的眼中满是破绽 但拳头的力道却比刚才更重 雷电倒飞而出 接着两人拳头猛烈的对轰之后 双方分别抱住了彼此的脑袋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两人脸对脸眼对眼 场面极其恩爱 这场热血沸腾的战斗 在这样的环境中 破坏神师婆 联手好友暴风神罗陀罗 决定要挑战印度神界顶点 刚刚开始 所有人都在嘲笑 两个低级神而已 真是异想天开 但随着他们一战又一战的胜利 不知何时嘲笑变成了尊敬 他们屡战屡胜 接连击败当时最强神之中的皮刺奴与凡天 然而在最后一战中 他们遭遇了最后一名最强神 雷神殷陀罗 他整个人散发着强大无比的威压 举手投足之间电闪雷鸣 雷电轰击了地面 整个天地仿佛变成了雷电的修罗场